哈啰 大家好 我回到 tks 看股 今天是9月10号啊 今天是中秋节了 昨天是我的生日 谢谢大家啊 祝福我啊 所以大家给我的祝福啊 啊很久没有这样多人哦 这样多人祝福我的生日了 所以真的要谢谢大家 还有今天哦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今天是中秋节了啊 中秋节我们也有节目啊 今天我今天我看到很多东西啊 我看到一个market好像有 有大反弹有反弹的机会了 啊有反弹的机会 啊昨天我刚才我做了英文视频 我看到蛮多东西 很刺激的啊 这个星期啊 记得啊 记得要看到尾啊 ok 这个今天真的蛮重要了 蛮重要了 我们看大局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特别重要了啊 ok 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哦 是我们平时一个星期到星期五 看本地是看不到的啊 我们要大放大一点那个眼界 看大局了啊 所以啊 啊 看看这个免质声明先啊 啊首先不要忘记点击点赞 分享留言啊 支持支持资资视频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还有要开户口 不要忘记CGSMB啦 其中一个malaysia最大的交易平台啊 不要忘记 可以玩美股新加坡 马股香港都可以啦 然后里面还有tradingview 这个很方便啊 这个软件 他的软件是很方便啊 ok so 可以玩美股新加坡香港都可以啊 0.25%很便宜啦 你可以买appletesla 然后可以买啊 啊啊啊 grab 然后可以买amd 然后可以买啊啊 啊 那个什么啊 啊 zoom 然后zoom就可以买了啊 ok啊 我们首先啊 看一看美股新银啊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我们看看这个马股 KLCI KLCI我们看一个星期逐渐啊 ok 一个星期逐啊 做了什么 做了一个三角形 ok 做了一个三角形 推下来推上去推下来 是又有推上去 但是你看那个拉出越来越小 他已经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力量啊 已经开始慢慢的 激激激激 激到越来越小 通常这样子激了呢 好像一个Spring 这样啊 哦一个Spring 它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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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转转转转到越来越小 它的那个那个那个动力就很强了 然后它突破啊 它一突破 它也许会 开始飞啊 因为它那个弹性很很强的啊 你看一个星期看不到啊 你看一天哦 哦一天哦 哦 so它 哦它那个Spring啊 那个弹方啊 再再激那个弹方了 哦 激激激激激 越来越来越小 它 either 蹦上去或者蹦下来 ok 希望是 希望是蹦上去了啊 ok 它慢慢的就冲上去了 我们看看国际先 谈一下国际就知道了了啊 就知道那个 很有可能那个方向要去哪里了哦 啊 记得我们 哦 我们看图好像 就好像那个哦 科学家看那火山爆发 这样啊 看火山爆发哦 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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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研究过 ok 你有上过这个啊火山爆发的 火山爆发的那个学问 你有去学过 你会看那个火山那个 那个meter那个图 ok 松长那个地啊 有那个量 那个地下那个地震啊 哦 地的那个啊 怎么样啊 怎么讲啊 啊 那个地的那个反应了啊 哦 它有一个meter 哦 你们放很多那个测验器 然后它有一个 有一个电脑会画那个图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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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爆发 你可以看到 就好像我们看图这样 哦 火山要爆发 我们看图 我们看到 哎 这个有可能要爆发了 没有100% 科学家也不可以讲 哎 明天一定爆发 后天一定爆发 他知道这个很有可能要爆发 他知道这个很有可能要爆发了啊 ok 所以我们看图 也是有这样的那个 signal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讯号了 没有100% 至少好过什么都不止 爆发也不止 没爆发也不止啊 ok 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子啊 如果没有那个科学家看那个图 很多人死了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对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啊 我们看看这个 铝 铝叻不好啊 铝他做了更低的低 啊 啊 更低的低 啊 铝他一波一波再跌 一波一波的跌 这个不好啊 他是 low a low 啊 low a low 今天我会花比较多时间看国际 因为我看到有点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 很重要 low a low 更低的低啊 都更 更低的高 所以他开始做一个下跌通道了 ok 所以这个呢 铝叻看来暂时不好了啊 我们的铝股有有账啊 因为他 他上一上一阵子赚蛮多钱啊 所以现在他是下跌 其实这个不好玩 看 铜 ok 铜呢 哦 他虽然是下跌 but 铜呢 他不铜 你看啊 你画一个通道 更高的低 更高的高 所以他开始做一个 慢慢的反弹 上升通道 ok 虽然他是有下跌 but 你看他跌到通道底 他有弹上去 哦 所以他有机会的反弹 哦 因为他已经是开始 开始要做上升趋势 哦 哦 如果他这个再冲上来做了 这个更高的高 冲到通道底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上升趋势 哦 所以暂时还还还 ok 哦 啊 中游不要玩啊 中游 中游 更低的低哦 更低的低哦 哦 所以他做了更低的低 哦 这个呢 就不搭好了啊 这个就不要玩啊 中游 哦 中游你看他这个图 哦 他应该要慢慢的跌下来的哦 然后我们看啊 看科技 nestek nestek啊 投并肩 啊 投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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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了啦 在这边啊 跑完了 他的目标 现在他开始反弹 ok 阿列塞 还愿意在50 还没有突破50 有机会 然后呢 你看啊 你看清楚一点啊 很多东西啊 然后我们今天看图 要看很清楚 因为我看到某些东西 很重要啊 也许要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 你看他的低啊 低低 你看他的低 其实nestek是开始反弹住了 啊啊 我讲啊 很多东西哦 很多东西 很多人哦 突然间好像我讲的了啊 很多东西 我在我们在图那边看到哦 我就讲 哎 market 很高%要反弹了哦 很多次 在反弹之前 也不能讲 哇 market完蛋了 要跌了 完蛋了 我讲 market要反弹了哦 我讲要反弹了哦 market真的反弹之后 很多那些 然后很多那些 大专家走出来 你看哦 突然间很多广告出来 你看我的方式 然后我也是看得到的哦 market是反弹了 因为我有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啊 什么 啊 indicator啊 呃 指标哦 什么 指标哦 哇 这边叉 这边变 变颜色 变青色哦 变呃 变 变 变红色 变青色 还有这那些就啊 突然间 呃 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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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哦 插一插 哇 你看 其实这个已经上了了哦 这个也是我们也是看到了的 but 问题是 然后他们他们 他们已经上了出去 他们全部冲出来哦 你看我们也是看到的哦 我们在这边不是 我们在这边还没有上的时候 我跟你讲了 先哦 你要预备了先 要预备子弹 预备什么 不要等它 什么 插了 哇 上到去哦 上到上面了才跳出来讲 哇哇哇我们的方法哇 很厉害哦 啊 你看啊 如果这个真的反弹了啊 冲上来了啊 很多突然间很多人又走出来哦 啊 很多人又走出来讲 你看哇 我们的模式很厉害了 我们的模式很厉害哦 你看啊 但是那时候呢 已经差了啊 已经是上了蛮久的了 ok 所以这个呢 我们看这个图呢 为什么我们看 看这样的图哦 这样的方法 哦 有时会比比这些 啊 这些什么啊 指数啊 什么什么 指标哦 他们的什么指标方法 特别快哦 因为我们是 我们看什么 我们是看基础 哦 他们是看 讯号 我们是看基础 ok 基础跟讯号 一个是 一个是 功夫 ok 一个是 short c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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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讲 今天讲点故事啊 不好意思啊 一个想走短路 走短路 有短路好走嘛 李连杰成为李连杰成龙 成为成龙 李小龙成为李小龙 有短路跑嘛 你觉得他们走怎样的短路 可以成为这个武术高手 啊 李连杰成为有短路啊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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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有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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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为武术高手 他有short cut走 你觉得他有short cut走 他没有学这个基础 没有学基础 你有学基础跟没有学基础 是有分别的 我不是讲人家方法不能用 人家方法也许也是能用 人家能用就能用 有些是真的有功夫 有些是真的有功夫 他打出来他真的功夫 好看能用 也许你可以试 很多都是跟你讲用这个short cut 用这个什么 走短路走进路走短路那些 你可能可以成功一下子 你要成功很久 你要在这个market里找七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market会变的 有很多指标 有些指标 他不是讲很多优势指标 ok 他是这样子的 ok他是这样子的 当一个指标出来 很多人用 他可以用一下子 but 大鱼 大鱼大集团 大鱼 他是不会输钱给你的 他是不会输钱给你的 你没有你没有功夫 ok 他知道你只是一招 ok 就是那一招 你用那一招开始 你是赚钱 当他们已经知道 你只是这一招很容易破你的 当他们知道你只是会这一招 钱不能只是用那招 他要杀你们的钱 他要大一次小一次 就是哇干你 因为你只是一招不了 ok 永远你都是 他一破了 你永远你就是完蛋 你进去 因为很简单的 人家已经知道你是用这一招 我我跟你打了一台 你只是会一招 我只是知道要小心你 这一招不了 你这一招不了 然后这一招要怎么样破 我招已经谁了 你觉得你还能打赢我吗 你看李小龙打功夫 李小龙打功夫 Be Water 他有基本面 他可以打什么 他可以打五银手 他可以用脚 他可以用棍 他可以用那个什么 他可以用那个 啊 猪头啊 打来摔人 什么都可以了 揉到 那些全部他都会 所以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打出很多方式回来 你睡一招 你只是那一招 那一招market很容易的 他market知道很多人用 好像现在玩market 美国很多人玩15分钟 用wewap wewap是最厉害的 现在你看啊 wewap他不能多久的 那个大集团 全部知道你这个wewap 是这样子跑 改次他就在那边 线那个陷阱 给你全部跳进去 每次wewap放这个东西出来 他就给你跳进去 你就是永远就是 跳那个陷阱了 你一直跳一直跳 一直跳 没有停的 so that's why 为什么要比water要像水这样 为什么要 要写基础 就是这样 李小龙没有谁基础 他怎么样的成为李小龙 就是这样 陈龙他练功练几十年 跟那个 跟他的师弟师兄 跟那个谁啊 洪金宝 跟他的颜标 颜标 他的土地全部 练功练几十年才有陈龙出来 所以你要成龙 哈哈哈 要成为龙还是要成为什么啊 ok so ok 哎呀今天讲很多故事 不好意思啊 ok 你看啊 他已经low low low high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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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low low ok omnet stack 好像 他这边又开始反弹 他又开始 被这个通道 哦 被这个通道 通道底 弹回出来 他他他跌破了 然后他冲回上去 这个好像有动力要去 现在我们等什么完了 等什么 要confirm他哦 要给他更多大的信心 他在赛突破50 红色动力 啊 红色动力来 啊 红色动力来 这个就好料了 啊 红色动力来 你看上次 啊 上次他在这边反弹 啊 在这个通道底反弹 他几时开始强 红色动力来 ok 红色动力来 他就开始强 所以我们是在等红色动力来 我们就很有信心他要去了 所以在 开始 为什么我要跟你现在讲先 啊 为什么我们看基础 啊 我们看基础 我们看structure 啊 我们看啊啊 support resistance 我们看structure 我们看trend line 不是讲 哇变颜色究竟 哦 这样容易变颜色究竟 我跟你讲啊 没有穷人了世界上啊 我跟你讲啊 没有穷人了 大家都是有钱人 明天去选一招变颜色的 你就发达了了 发达了 变颜色你发达了 ok 啊 我们看sox 呃 非诚半导几指数 ok 非诚半导几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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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会缓比较多时间啊 啊 因为今天我要讲很多基础出来啊 因为 我看到很多东西 要大家要要要要要要 大家要 要 留意啊 看啊 ok 更高的低 ok 更高的高 ok 他有双顶 他双顶已经做成了 已经他的目标已经到了 现在他反弹 ok 他反弹 啊 啊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嗯 嗯 很多是 很多我 我也买过很多这些cost以前啊 这些 哇交叉 发达交叉 我以前我第一开始第一第一天第一天开始 学 学这个 啊 啊 学看图 啊 学投资啊 我就是看那些 哇交叉 我青色 黄色 我赚大钱 我就是学那些第一天开始 亏钱 亏钱 亏 就是玩那些 就是学那些的开始啊 亏了很多很多年讲 不能啊 怎么样 都是要学基础啊 啊 就是啊 啊 你要科学家 你不会 你要你要看火山爆发 你没有去上那个火山爆发 那个学问 你怎样知道几十火山爆发 怎样都是要学 怎样都是要学一点基础 无论如何都是要学基础 啊 所以我在花在上一开始花时间 花很多时间去学基础 啊 因为 以前我是很简单的 哎 转房 买进 转庆 什么 插一插 哇发达了咯 这次我啊 我看到这个买了这个东西 买了这个钱 买了这个指标 哇 有发达了 发达了 原来全部都是陷阱 哎 哎呀 我看要讲什么东西 啊 看到这个什么 看到RSI做什么 隐藏背离啊 啊 你们很久没有看过隐藏背离 啊 隐藏背离 画多一次给你看啊 SOS RSI做了更低的底 ok 图做了更高的底 啊 这个啊 这个不是普通背离啊 ok 普通背离是价钱跌的更低 普通背离是这样啊 我画给你看啊 普通背离 价钱更低 对吗 RSI 更高 ok RSI转上去 价钱转上去 转下去 这个是普通背离 ok 现在 ok 价钱更高 but RSI更低 啊 RSI更低一点点啊 不是很多啦 他低一点点啊 也是算啊 啊 这个是隐藏背离啊 你搞定看看啊 这个是隐藏背离啊 ok 这个 如果这个呢 RSI突破50 弹上去 这个也许是 真的是 能弹上来哦 啊 还有他刚刚好 在哪里反弹 在这个交叉 ok 通道 通道的这个交叉点啊 哦 这个是有机会啊 我没有讲包啦 没有包啊 世界上啊 我们看 看那个图 好像看到 火山爆发 开始有点症状了啦 开始有点那个 那个讯号出来啦 有点啊 signal signal 出来啊 smp 啊 我们看钢铁 啊 钢铁也是啊 钢铁也是好像有 有一点机会啊 钢铁你看啊 他也是 有点啊 有点反弹 ok 更低的高 更低的低 这个还没有做更高的高 他做了更高的高还好 你看啊 他这个青色 越来越少了啦 差不多到50 他不set 不抢 因为他他这个青色 还有到50 他不能抢 不算抢的啊 这青色要上到去 剩下25%啊 开始那个 大部分都是这个 红色 黄色 这个就比较强 这个有机会回来这边 回到来这边呢 也许就做了一个双底啊 也许就做了一个双底 哦 还有这个也许有机会啊 也许有机会吧 暂时他不抢啊 暂时也许有机会你要 时间等啊 我不是今天明天就会上啊 他开始有症状 是你要预备了啊 啊 看美啊 中国钢铁跟铁钢铁还是继续跌 钢铁啊 价钱 啊 中国这个 钢铁指数 上海钢铁指数 还是继续跌 所以还没有真正的太强 哦 他这边开始突破了 哦 这个一开始反弹 也许这个也是开始哦 开始做更高的高 他就继续要去 暂时你要 你要不想现在会起 本来要小心看 哦 看上油 油不能 油一波一波跌啊 所以油不能啊 油不能你看到 他的黄 他的青色越来越多 啊不能 ok 我们看一下 指数 澳洲 澳洲指数 我又看到一样东西了啊 今天我插了很多东西 重新全部画光 啊因为 所以 要做清楚一点 ok 更 更高的 低 更高的高 啊然后 你看啊 斜的图并肩啊 哦 so 现在market看来啊 如果他有机会 回升了 有机会 我不是想他一定会 把他的机会来了哦 so 也许你要Ebay一点啊 要有Ebay market会要来 哦 要有要来 哦 我们看 德国 啊 你看dex 啊 3底啊 123 4底啊 算是3底了啊 so你看啊 you should not pass 这边you should not pass you should not pass ok so他创了几次这边 现在呢 他应该 他创不破 他就要回头了的啊 你创不破就是回头嘛 对嘛 啊 so他创不破一次 他回头 创不破两次 他回头 创不破三次 啊 创不破三次 啊 他 应该要回头 啊 这个德国好像 好像有动力要反弹 我们看next step 我们看了啦 刚才 next step 好像他通到底 好像要反弹 nike nike 这个日本开始 也是他在这个通道中间啊 有点动 有点主力啊 有点 啊啊 支撑啊 你看啊 他rsi 50反弹啊 这个是反弹来的啊 50跌下50弹没上去 这个是反弹 然后你看他的红色 开始来了 他青色越来越少 他黄色越来越多 所以看来他也是要去啊 market是有动力啊 看s&b s&b呢 他也是 更高的低 你看他做了更高的低 更高的低 ok 更高的高 更高的低 所以他也是好像要反弹哦 所以market 有动力来了 现在啊 给你知道先啊 不要等下 弹上去了 我才走出来讲 哇你看我的指标啊 很厉害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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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daojun ok daojun也是啊 更高的低 ok更高的高 ok 所以看来market有反弹机会啊 所以你们要ebay了啦 要ebay了啊 ok 有不能 ok这个是 啊 我们看 啊 啊 啊 crypto啊 加密货币 ok 我们看 italium 以太坊 以太坊呢 他这个有个投兵间 这个很恐怖 有点恐怖 啊有点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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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给他破了 通常投兵间给他破了叻 看来他 有他他他可能 有机会上 啊 现在呢 要怎么样搞这个 要怎么样玩以太坊 以太坊 so alicite突破50了 ok 他从通道底反弹 啊他有机会上到通道顶 通道顶就是这个的交叉 这个下跌通道的顶 跟这个上升通道的顶 两个加起来就是这个目标 啊 2000到2300 啊 啊 so 如果你量一量他应该是 有30 啊 啊 啊 差不多20到30%啊 30% 230% 在这边啊 so这个呢 要怎么样玩 啊比较好 现在呢 我们插了一样东西就是什么 红色动力还没来 庄家动力还没来 这个红色动力来了呢 他就要去了 你看上一次啊 他从通道底反弹啊 他真真的很强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红色动力开始来的时候 啊 他已经 差不多到顶了 你要 早一点进呢 他刚刚突破 RSI突破50 这边可以四下进了 就是这边 RSI突破50 啊 这边 啊 可以四下进了 这个也许 我觉得有机会回来 这个 啊 啊 最重要什么 你要看美国NASDAX 啊 那斯大尔 那斯大尔 他一直上 这个是有机会 啊 那斯大尔完蛋 你这个完蛋啊 记住啊 加密货币跟NASDAX是差不多啊 他的走势是差不多有关系的了啊 有一点关系的啊 所以market强 他他能反 啊 就这个他已经突破50了的 啊 他已经突破50 现在呢 他在试这个 止损呢 放在1459 啊 或者你放在这边 如果你是 你是小心一点呢 你就放在160 1601 1600 啊 如果你是啊 敢 敢 能承受风险的呢 你可以放在这个 啊 1459 1600 600 600 左右啦 ok 就这个呢 如果他没有跌破这个通道 你这边画一条通道 连接这个 接着了 就三个底 就三个底 接起来 ok 他没有跌破这个通道 他有机会上到来这 啊 30% 20到30% 啊 这个 嗯 暂时 我觉得有机会 啊 比特币比特币呢 他也是有机会 你看啊 you shall not pass 这个底 啊 you shall not pass 啊 you shall not pass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四次 他冲不破 通常冲不破发生什么事 反弹了 对啊 你一个墙冲不破的啊 你爬冲 爬冲 你跌下去 哦 你你你你拿那个球 丢下去地下 弹下去那个地下 他弹不 他冲不破的 他就弹没上来嘛 对嘛 啊 所以他弹弹弹 这次也是弹吧 他呢 有很大的阻力在这个 二千 二十五千 哦 所以他的空间 没有没有那个以太坊 这样大了 我觉得了 这个呢 暂时我看到是 16% 以太坊他有20到30% 暂时我看到是 这边 哦 因为他这个下跌通道的顶 在这边顶住他 哦 我看多一个lightcoin 今天啊 我看多一点啊 哎 lightcoin我发了东西不见了 哎呀 为什么呢 哦 lightcoin也是上升趋势 哦 你看啊 哦 他也是一波一波 更高的高 更高的高 更高的低 更高的高 慢慢 他红色 他黄色也慢慢的上 我觉得以太坊比较好 因为以太坊他的青色 比差不多 啊 少过25% 哦 这个还有这个蛮多 bitcoin还有蛮多 下 lightcoin也是还ok啦 but lightcoin呢 他的目标不大 不远啊 哦 因为他的他他已经到通道中间了啦 所以他的目标有24% 也有24% 他的止损很远啊 他的止损很远 这个我不是 有点恐怖了 14% 止损有14% 可以 也许可以试试啊 哦 14对18%不是很好啦 我觉得以太坊比较好 ok ok啊 现在我们看 呃 今天我会花时间看这个大局啊 哦 因为看到大局 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 可以讲的 今天啊 ok 呃 大局还有什么 呃 ok 我们看 美股啊 诶 苹果 哦 苹果啊 你看啊 哦 苹果呢 哦 他啊 其实啊 他已经说上升趋势了啊 苹果啊 上升更高的高更高的高更高的高 所以他弹了一下来 弹了一下 RSI跌破50 现在他想回去50 所以RSI 突破50了 他应该有机会重做上去的 哦 分分钟啊 你看啊 他能他能回到来通到底 哦 我们现在要等什么 苹果 你要如果你要买进苹果 哦 你要等两样东西 哦 RSI突破50 还有这个 红色动力有来 ok 红色动力有来 他就开始比较强 如果你要早一点进 你可以老一点先 跌破152 你逃 ok 你进一次 RSI突破50 红色动力来 你再加多一次啊 才再加嘛 可以进 有机会进 哦 这个哦 你看AMD 啊 哦 AMD AMD 就不太好吧 他也是开始啊 你看他 他也是开始做上升通道的 哦 哦 然后他也是开始做上升通道 哦 更高的高 哦 更高的低 更高的高 所以AMD呢 他也是还没有突破50 如果AMD 他有机会拆充 你看他也是遇到这个交叉哦 so AMD呢 他要继续充呢 他RSI突破50 他红色动力来 哦 这个应该 嗯 他也是能飞 也是能上哦 哦 你看啊 啊 啊 阿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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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啊 阿马逊 就是这个啊 你不能过啊 有小那pass ok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第五次 冲上去 他也开始反弹了啊 阿马逊 还没突破50 还没红色来 OK 阿马逊 突破50 红色 红色来 他就应该啊 比较就很强了 Grab也是慢慢的啊 上升通道来了 他也是还没有突破50 所以这个呢 也是啊 他通 RSI突破50 红色动力来 他应该要去通到顶了啊 啊 intel intel不能intel 他一直跌啊 Facebook Facebook也是啊 Facebook也是通到底 冲上去 Facebook他的 他一层一层的压力比较难啊 他很多压力啊 他还是横盘罢了啊 Microsoft Microsoft也是啊 更高的低 你看 更高的低 更高的低 Microsoft呢 他也是慢慢的要出上去 现在我们等RSI突破50 啊 还有等这个红色动力来 这个也许还就可以了啦 还有机会上 NVIDIA NVIDIA NVIDIA就 NVIDIA很难啊 因为美国 ban掉了 他那个 那个最 啊 最先进的那个 那个科技啊 那个晶片啊 ok 那个半导体 晶片 去中国啦 so他的market 他的市场 跌了少了很多啦 因为美国不要 那个中国 啊得到那个 啊那个最高的 那个怎么 技术啊 暂时最高的 最高技术的 那个那个 那个 啊 啊 啊 微芯片 哦应该是叫微芯片吧 那个科技啊 啊 so啊 暂时这个就难 特斯拉 ok 特斯拉 特斯拉你看啊 也是一波一波更高更高更高 然后他又反弹 然后美国讲 那个特斯拉在中国 那个 厂啊回复回 好像是恢复100%了啦 啊 恢复100% 那个啊 产量了 so他应该有机会了啊 所以你看啊 阿雷塞50反弹 红色动力来了啊 这个要上通道顶 看来啊 338 twitter twitter就没有什么动力啊 他把他有做更高的高更高的低 看来他也是慢慢的要上去 这个44 49 ok visa visa 他没有东西啊 visa 我觉得他在横盘 他不强 看他zoom zoom zoom kateywood啊 那个啊 啊 巴菲特是 骨神啊 那个是女骨神啊 对吗 那个kateywood 女骨神 他在老底79啊 so这个呢 他能 他一直没有跌破79 他应该可以反弹吧 他现在 他在79这边顶住 他的 红色 他轻视动力还在50下 还多过50 不是很好 但是他 那黄色动力慢慢加 ok 那个轻视越来越少 啊 你财经也可以啊 but他们不同了啊 他们那些 他们里面很多专家 他们敢bock了啊 因为他们 他们后十年八年也不用怕了 他跌到去20块 他也不用怕哦 他也不用怕 因为他会买 他会average down 他会一直average down 也许他会这样子做了啊 他们有很多前期average 所以等他反弹回去 他也是有机会了啊 ok 我们不要这样子average down 你有几多前期average down ok ok 看马股 ok 看马股啊 so so你看啊 好美国 开始好像要回来了啦 要来了啦 收集一倍子弹啊 9月 9月 现在9月多了嘛 10月11月12月 可能有大有大有的有的捞了啊 ok 啊消费消费 看不到动力 消费已经冲到顶了 我觉得他either横盘或者要跌 他不强啊 消费板块 我们看板块啊金融 金融呢也是冲了很久了啊 but他还有一点空间 他有一个投兵间 啊有一个投兵间 so他突破168 也许他还能去啊 so这些列我是每天会看啊 这个板块啦 有什么好料 有什么好的突破板块 所以我会跟你讲啊 啊 如果他突破这边 啊他就会去到 通到底还有机会 啊还有机会啊 我们看一下 中指 中指不能啊 中指 中指现在他在横盘 正在三角形调整 这个暂时 啊 暂时我看他是在找方向啊 5050了啊 运输 ok 运输投兵间 ok 突破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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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兵间 ok 啊 等等啊 我拿那本书给你看了 啊 真的要开拿书给你看了啊 啊 拿书给你看了啊 这个就是这个 Fractum的书了啊 这本书呢 我们的这个 马来西亚其中的最出名的这个 投资啊 他投资者Fractum啊 啊 这个教学 教学教投资啊 教这个看图的啊 所以他出这本书了啊 所以他也 签了名 送给我一本啊 送给我一本啊 他今次签名 所以这些是真功夫 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全部从他这些书啊 他这个书 还有其他的书 马来西亚 啊 最值得 我觉得最值得读的马来西亚的就是这本啊 啊 这本啊 啊 所以他亲自写送了我 他亲自签名的送了我一本啊 这些是真正的读这个书啊 啊 读十次 读十次 读二十次 谁回来的啊 你看这本书里面啊 啊 全部 黑白的啊 没有转 没有转红色 没有转红色 转青色 就卖了啊 这些是真功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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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讲啊 我不要讲啊 什么人家的不能用 but 我不是讲全部是不能 有些是能 but 有些是骗局 你要小心罢了啊 你要小心 因为我以前 一开始学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我也以为 我红色赚大钱 青色赚大钱 红色逃跑 这样容易罢了 啊 怎样子 我要读 读这本书 读了二十次啊 才知道啦 这本是送 这本是 FATAM送给我的 这本呢 哦 是长到美美的啊 还有那本 已经破破烂烂了 给我翻到 啊 我本来我有那本呢 已经是破破烂烂了 破破烂烂了 ok so ok so 看到刚才投并肩啊 投并肩模式 我开给你看了啦 这个是专家 这个是真正的专家 他是考试考出来的啊 哦 他是这个 他有那个 他有那个什么啊 文凭的啊 哈哈 哈哈 他 他有这个 这个 玩股票的文凭的啊 就是开玩笑的啊 so 啊 so他 so我们看这个 哇 今天搬很多东西出来讲了 哈哈 ok 投并肩啊 看来这个 这个运输有机会冲上去哦 啊 至少冲到840 啊 840 也许860 都还有机会 啊 看来他要来了 中指啊 中指啊 中指不能 可能还讲了啦 中指正在调整 啊 医疗 医疗 医疗还是还是一直在一层一层跌 不要玩了医疗 医疗 医疗哦 讲了啊 医疗 医疗 开始赚钱 越来越多的时候才去玩啊 现在不时时间去玩 人员 呃 人员 人员 人员他冲了啊 他有一个斜的投并肩 他已经到目标了的 这边到这边这边到 现在他在调整整整整啊 他不强也太不太弱 呃 建筑 建筑呢 他慢慢的上 他有一个做了一个通道 更高的高更高的高 他说他一直做更高的高 所以让他跌下来一轮了 哦 他已经突破了 建筑我觉得 他RSI突破50 他应该还有机会要上 哦 还有机会要上科技 啊 大家要知道科技了 很多人后科技股 科技股看来啊 看清楚啊 他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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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sorry 不是在这边啊 他想做什么 他想做投并肩啊 ok 他突破了这个叻 就好料了啊 ok 67 ok 突破了67 还能走 现在叻 现在叻 我们看64 他正要反弹 RSI还没突破50 他突破50 他应该有机会 67 应该 应该有机会来了 哦 我会天天看这个 天天我都会看这个 这个什么板块 因为板块跟我 我看了板块 我就知道里面的股 会怎么样了啊 会会 好机会还是没机会 哦 很多东西看了大级线 不要看个股了啊 还可以看 如果你只是看个股 你可以赚大钱 没有问题的啊 哦 今天讲蛮多东西了 今天半月十五了啊 哈哈哈哈 哈哈 ok你等一下 我不是讲这个包会上 如果他不能RSI突破50 跌下来 他不能就不能 啊我会跟你讲不能 他能我就跟你讲能很很简单 啊很简单 啊 我也不要啊 太多这些 讲太多这些啊 故事啊 ok 房产 房产他上了很久 然后他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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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现在他有一点主力 暂时我给他 啊 5050 给他 啊 啊 休息 暂时他在休息 要等 休息 他在休息 工业 ok 工业突破 ok他有一个通道更高的低 更高的 应该他要做更高的高了 啊 这个链你看他186 他突破186 他应该要去更高的高 196 他应该有机会 他这边也做了一个双底 啊 他还是有机会 所以看来market开始有机会了啦 所以你不用不用太悲观了啊 啊 啊 电讯电讯现在在三角星调整 我们等一等啊 电讯他已经冲了了 现在他累了 他要等一等 然后5050电讯 交给讲了 啊 小小盘 看看小盘啊 很多人有玩小盘 小盘在横盘 他有点上升动力 啊 RSI50 跌破50充回上来 他说他有一点上升动力 有一点啊 开始要反弹 他不强 他还没有突破 OK utility 工艺品 工艺品呢 他冲了很久了啦 他累了啊 他一层一层的 这个RSI一层一层的跌 所以他应该冲 但是他 我觉得他会调一轮下来 才冲上去 调一轮下来 调一轮下来 才冲上去 啊 你要开始9月 10月 你要开始 收一点子弹了 应该market有 有好 有好 呃 有机会啦 有机会 OK 有好的 这个转变 OK so我们 今天我只是focus 讲这个大局 明天我们再讲那些个股啦 啊 还有啊 现在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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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然后7天 讲看看7天 所以我觉得我想 选两个啦 因为选一个真的太过limit了啦 啊 太过啊 限制了啦 所以我选两个 ok 比较好 所以我可以看5天 因为 因为两个看7天太多了啦 我一天要看14个股啊 只是 只是 只是选股的要看14个 所以我们看10个 所以每天看2个 然后看5天啊 ok ok 暂时是这样 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 中秋节快乐 拜拜